世界经济变化牵动者投资者的心 苏蓝最近市场的热点新闻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首先迫在眉睫的是欧洲央行利率决议的来袭 欧洲央行看起来几乎肯定会在周四的6月政策会议上宣布 其多年的债券购买刺激政策已经结束 高通胀也意味着加息即将到来 本周四市场预测欧洲央行会为7月份加息铺平道路 这将是其2011年以来的首次加息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曾表示 到9月底存款利率应该等于或略高于零水平 目前水平为负的0.5% 这意味着从目前水平至少要加息50个基点 分析师和市场预测欧洲央行7月将加息25个基点 不过今年加息100个基点的预期也正在升温 且欧元区5月通胀触及记录高位且进一步推升 随着5月份欧元区通胀率升至8.1% 是欧洲央行2%目标的四倍 欧洲央行将面临大幅的加息压力 其次是美联储在6月3日发布的研报中探讨了加息与缩表 在结束量化宽松方面的可替代性 此次研报预计在未来几年内 美联储会将资产负债表规模减少约为2.5万亿美元 这大致相当于将政策利率持续上调50个基点多一点 不过这一估计也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在目前衰退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年内美联储核心任务将依旧聚焦在控制通胀上 加息难以停止 此外即将到来的美国聚分剂 打击墨西哥湾地区的短期炼油能力 甚至造成进一步的损失 据分析师称如果聚分长时间影响炼油厂 将减少墨西哥湾沿岸的总库存 并降低该地区向美国东部和拉丁美洲运输燃料的能力 此外如果极端天气影响 管道容量或关闭墨西哥湾沿岸港口 则可能会加剧短缺 摩根大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吉米戴门 警告投资者为经济距分和全球货币政策将转向挑战做好 提前准备 周四早些时候高盛集团总裁言论呼应了戴门 他也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将更加艰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